注意看,一个女人躺在农田边一动不动的,可突然,她身后出现了一块塑热布,里面好像裹着什么东西,正在慢慢地靠近她。 突然,里面的怪物抓住了她,把她拖进了洞穴里。 难道想要失了她吗?点个赞,我们接着看。 十分钟后,两人干农活的小伙来到了这里休息,可没想到,他们身后的洞穴里爬出了一个女人,吓得他们摔倒在地,女人逃到了一旁。 她说洞穴里有一个怪物,把她抓进了洞穴里,这也太奇怪了吧,两个小伙却身心不疑。 他们小心地靠近查看,突然,洞穴里冒出了一块塑热布,吓得他们赶紧后退。 里面的东西还在不停地晃动,好像在挑衅他们。 小伙拿起了一把铲子,可怪物一个冲刺,又吓得他们摔倒在水里。 小伙举起铲子,可他就是拍不下去,我说你小子在干嘛呢? 他把铲子扔掉了,直接朝素乐部扑了过去,他们想要扯开素乐部一看究竟。 可惜失败了,怪物又逃回了洞穴里。 这时,素乐部又蠕动地出来了。 两个小伙看准时机,直接扑了上去,用力拉扯素乐部。 可惜又失败了,我说你小子站起来拉不行吗? 非要趴着。 素乐部还在不停地晃动,两人小心地靠近,小伙又扑了上去。 可惜还是失败了,真是笨得可以啊。 小伙受不了了,他爬进了洞穴里。 可洞穴里又没有了动性,这可急坏了外面的人。 突然,小伙从洞穴里爬了出来,他说里面好像有一个人。 这是什么情况呢? 突然,一个人爬了出来,吓得他们转身逃跑。 逃出来的人说,里面藏了一个大家伙,把他缠进了洞穴里,真的假的。 小伙又小心地爬了过去,可下一秒,就吓得他赶紧后退。 塑料部又冒了出来,两人生气极了,用力把塑料部扯了出来,可里面什么都没有啊。 小伙又小心地爬了进去。 突然,洞穴里游出来一个东西,竟然是一条大床弄。 这怎么可能啊? 这些动静难道是他搞出来的吗? 大家觉得呢? 欢迎评论区讨论。 我是卫健,我们下期再见。 Tages 请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